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虫 很高兴又给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现在是晚上的时间 最近订单挺多的 我们过来加个帮 洗一台热水器 然后也是晚上 我就不带这个学云出来时操了 晚上的话不要打扰人家休息的 我一个人过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小地驴 然后一台设备,一个工具 我们过去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台热水器 还饿的 晚上过来加班 地云拔掉了 水在开关了 然后放了水 然后放了药水 我们再放一点 像他的话 这种热水器 八十升的 我一看是八十升的 应该没错 我看一下 对,八十升的 看一下八十升的 然后大磅瓶吧 大磅瓶就可以了 药水放好了 现在就是准备凝结设备 把这个进水口 这个软管拆了 然后往里面打药水 好,我们看到设备 设备的这个枪头 已经接上了这个热水器 然后往里面打药水 往里面打药水 它就会启动之后就会 热水口这么出水 当然你要把这个热水口打开 你不打开是出不了水的 然后脉冲也是一样 脉冲就把这个设备 调到脉冲 有这个脉冲功能就可以了 现在是把药水打进去浸泡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药水已经打进去了 然后把它恢复 恢复 这个 拆定 好,拆定啊 拆定以后 开机 加热 它是触摸的啊 触摸的 现在正在加热 让它加热半个小时 现在才31度 看一下半个小时到多少度啊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还有的这一款热水器 它这款的话比较好弄 你看它的排屋口跟这个形式板是分开的 直接把它排屋口拆开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排屋口都已经生锈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等着 等半个小时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热水器浸泡时间到了啊 现在给它排屋 给它排屋 好,我们看到这个排屋完成了 刚刚刚不记得不记得拍这个视频了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高腰圈给它冲一下 好,看一下啊 准备冲一下 我一个人拍视频啊 可能不太方便 冲一下就就光了 看一下无水,看一下啊 好,我先暂停了 我把视频关了啊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冲 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美棒啊 它这个美棒 还算可以啊 还算可以 就不给它换了 不给它换了 然后我的估算啊 我的估算 如果说它还在继续使用的话 这个美棒应该一年 一年左右应该就需要更换了 这个也不确定 主要是看水质 然后它这个热水器已经洗完了 等一下帮它 把这个美棒装上啊 装上以后就可以上水了 好,看到现在正在上水 然后这个热水口再排气 然后这个管子没有拧紧啊 再露水 等一下给它拧紧一点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衣服上面 我衣服上面啊 就是有这个拆排屋口的时候 是被浸到身上的这个污水 这种污水的话很难洗得掉的啊 所以说我之前为什么要跟大家说 拆排屋口之前 一定要先打开这个水口 先排气 要不然它就会啊 那一瞬间 拆到那一瞬间就会进到自己身上 然后有的网友啊 有的网友他根本就不懂 然后就 有些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懂 然后就可能 不太清楚 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 再提醒一下 免得搞得自己衣服上面 搞得好脏 这个污水很难洗得掉的 现在还在上水 在排气啊 在排气 然后我们帮它把这个 浸水口给拧紧一下啊 好,我们这个热水器已经洗好了 现在开机啊 四季的话正常 然后检查一下 露水的地方啊 也没有 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 那个细节一定要记得 要不然今天是搞到身上的话 很脏的 主要是洗不掉 又浪费了这件衣服 然后我们现在 把这个排不可 这个盖子给它装上 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今天的作品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